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故事名叫肖黛求福也没用 小令是电影剧组里的外景美术指导 重播性的工作让人烦躁 说是外景却几乎每天都守在库房里面 翻修一些拍摄用的道具 这天傍晚他在擦拭一定铠甲头盔的时候 一级工作的前辈提醒他不要触碰这个东西 小令是困惑 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 头盔上的靴子很难擦镜 他只能用无奈的放回远处 可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看到门口站着一个身上铠甲的男人 脸色坦白眼神凶狠 一点点的向他走来 小令被吓得大声尖叫 再后来剧作里的领导对他讲述了这个男人的故事 男人名叫西村是个演员 出道没几年就被人看中 拍了一部大成本制作的电影 或许是想呈现的更加完美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非常挑剔 逼走了很多承受不住的工作人员 头盔上的雪子是西村留下来的 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 从那之后 这间电影公司就经常出现恐怖的灵异事件 不管把头盔扔得多远都会回到库房 老板也曾找人做过很多次的消财求福 却始终不起作用 所以那个前辈同事才会听小令不要乱碰 只提醒不多嘴倒是能够保住性命 可领导却遭到了幽灵的报复 他死在了寺庙的阶梯下面 脖子里的骨头被整根拔走 接下来开始第三个故事 毛浪 这天傍晚美又刚刚放学回家 就看到房间里 有一团正在缓慢如动的长发 虽然有些恐怖 但他还是小心翼的走进来 想要摸摸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普通的头发 为什么会拥有生命 可还没等他碰到 头发就打开壁竹端了进去 巨大的声响把美又吓了一跳 他愣愣的坐在地上 看着头发一点点的消失不见 房间又恢复到正常的样子 妈妈好奇的问他在做些什么 美又抬着直了指钻进头发的壁竹 妈妈吓直的走到跟前打开柜门 除了被褥之外 什么都没有发现 刚刚的精灵仿佛只是一场幻觉 直到妈妈又走出房间 美又才察觉不妙 柜门被打开一个缝隙 如果他现在转身就走 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只可以他的好奇心太旺盛了 这一次他刚刚碰到柜门 就被头发缠住手臂 再想逃离已经不太可能 美又被这段来历不明的头发给拽走了 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世子是活无人知晓 接下来是第四个故事 加班 公司里有个非常恐怖的传闻 如果在每月20号的这天晚上加班 就会看到一个因自杀而死的女人 在四处游荡 小刚刚到公司不久 就能其他前辈口中听到了这个传闻 虽然不太相信 却也心有余悸 但怕什么来什么 十几号晚上他被领导安排在公司加班 可一个人既无聊又烦躁 根本就没有心思来处理手套上的工作 大约在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电话响了 话筒里传来了女人痛苦的声音 小高被吓得立刻挂对电话 但紧接着又有其他电话响起 零零零的吵得让人心烦 小高怕了 他不敢来继续加班 收拾好东西 便想着离开这里 可迈想到会突然停电 周围陷入到死地的黑暗当中 有个声音不停的说着好烫好烫 小高下意识地转身看去 发现身后站着年纪稍长的同事刀子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刀子就伸出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呼吸越来越急 小高用力地睁开对方跑出办公室 好不容易才躲进电梯 却发现岛子早已等候再次 他一点点的凑了过来 又再次掐住小高想置于死地 小高大叫着从梦中惊醒 加班时睡着了 刚刚只是噩梦 时间已经来到11点40分 19号就要过去了 22日加班会遇到幽灵 不管是真是假 他都不想在这冒险 公司停电了 和梦到的情景一样 小高有些忐忑 只希望接下来 不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 电梯门黄昏打开 他对表情逐渐的惊恐起来 同时岛子果然就在里面 两个人全都大声的尖叫起来 等冷静下来之后 他才明白一切都是误会 岛子并没有打算杀人 只是过来拿客户需要的文件 明天早上 他会直接给人家送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这一耽搁就即将来到午夜12点 进入电梯 岛子说了一些让人尴尬的东西 虽然年纪大了 却一直想找个年龄小的男友 就比如小高这样 帅气威武又性格温顺 站在想和他发生点什么 小高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只怕这大姐会硬呼过来 这时候电梯剧烈的震动起来 门开了 但这里并不是一楼大厅 小高低头看了看手表 实验已经来到零点之后 他躲来躲去 还是没有在22之前离开 脑中又想起了 那个恐怖的传闻 停电了 电梯里黑乎乎的 看不清任何东西 岛子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冷冷的质问小高 同不同意和他这种老女人恋爱 噩梦变成现实 岛子一点点的走到跟前 掐住他的脖子 小高被吓得缩在角落 任人宰割 电梯门正缓缓关闭 他拼着最后的力气冲了出去 克灵带却被人家拽在手上 把他又硬生生的拽了回来 门关了 电梯开始下降 小高的身体也随之倒在地上 呼吸变得十分急促 刀子疯狂的大笑起来 这里没有幽灵 只有一个喜欢小鲜肉的变态大姐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五个故事 黑衣男人 郭盖头和小眼镜 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最大的爱好 就是探索抄的人现象 前几天 小眼镜拍到了 类似飞碟的东西 打算把照片寄给杂志社 到时候肯定会让他名声大噪 郭盖头没有说话 但心里已经暗暗的 下了一个决定 跟着小眼镜一起回家 听眼镜妈妈说 来了一帮奇怪的黑衣人 点名要找眼镜 见他不在 他全部离开 小眼镜不清楚对方是谁 好好的 为什么要来找他 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 他扔下书包 又气红红的去楼下 找妈妈问话 以为房间是妈妈弄的 郭盖头小心翼翼的 打开书包 把好友拍到 非杰的照片 娇脚偷了出来 不一会儿 小眼镜就回到楼上 打算去报社 登载照片 这一走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报警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小眼镜诡异的消失了 再后来 郭盖头也遇到了 两个奇怪的黑衣人 他们在寻找着某样东西 当郭盖头 把娇脚丢出去的时候 这两个人 全都张大嘴巴 发出怪叫 新闻有警察经过 才把他们吓走 黑衣人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出现 不久之后 小眼镜回来了 他已经无法说明 之前发生的事情 只会张大嘴巴 发出怪叫 状态和黑衣人一模一样 就连他的妈妈 也受到感染 做出同样的举动 下面开始第六个故事 幽灵之家 在学校附近 有一栋荒废已久的鬼屋 这天傍晚 在两者的见义下 另外两个好友 也陪着他一起 来到鬼屋探灵 如果用录像机 拍掉神秘的灵异画面 就可以让他们 在学校里出尽风头 刚刚走进庭院 两者就说房子里 好像有女人 在偷偷的看着他们 但手持录像机的珍希 却没有任何发现 房间里黑乎乎的 显得阴气森森 女孩们有些胆怯 不知道该不该 去楼上看看 这时候珍希发现 录像机没有电了 他急匆匆的跑到外面 想要更换电池 可奇怪的是 两者竟然打开电话 说二楼不可以上去 当珍希好奇的 追问原因时 对方又直接挂对电话 全程都显得十分神秘 再次走进鬼屋 只见到另一个 名叫何惠的好友 说起梁子 何惠有些困惑 梁子早在三天前 就已经自杀身亡 那时候珍希生病在家 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消息 今天也只是 他们两个来鬼屋探险 并没有第三人存在 可录像机里 却明明白白的 拍到了梁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人说的清楚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故事 告诉我 这一次同样是 三个不作不作的年轻人 想要鬼屋探险 区别是小花比较胆小 到了门口都不敢下车 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另外两个好友 有时候有笑的走进鬼屋 可他们并没在里面待上太久 就惊慌失措的跑了出来 小花有些不解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人也没有说话 一上车就急松松的离开了这里 哪怕是远离鬼屋之后 也罕见的保持沉默 与之前的性格 简直判若两个人 越这样小花就越好奇 他不停的追问着好友 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从车里的路线机上 传来了这两个人的声音 一问一答的 展现出进入鬼屋之后的场景 男孩被吓得赶忙停下汽车 想要关闭路线机 却发现不起作用 里面仍在发出声响 最恐怖的是 他们转了一圈 又重新回到鬼屋 路线机里传来了 砰砰砰的击打声 小花大声的质问他们 在鬼屋里到底看到了什么 男孩不自觉的 想到了那恐怖的一幕 他们在牢上的房间里 见到了自己 当时挥舞着铁棍 打在一个用被褥 包裹的尸体上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没有离开 而是坚持着看到最后 掀开被褥 露出被打者的真容 是小花 打着打着又睁开双眼 开始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